武器中正国小的厨房 平时除了供应全校师生营养午餐之外 对于临近的大德、中港和无南国小三所学校 将近2000多人也都有提供松餐服务 但是随着食安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了替学童的健康来把关 校房日前也特别添购了设备 在校园内设置农药检验室 以生化法的检测方式 只需要30分钟就能筛检出有无农药与杀虫剂等超标疑虑 不仅达到及时监控 还能有效克阻投机厂商 将新鲜的蔬菜水果一一取样 倒入检测液 经过仪器摇晃均匀后再取样分析 整个过程只要30分钟 就能筛选出有无农药与杀虫剂等超标的疑虑 这可是武器中正国小最新设置的农药检验室 要为学童的营养午餐来把关 除了蔬菜水果之外 我们像豆腐啊 豆干也会去做一些造黄或者过氧化氢的检测 那像肉的部分 我们除了要求CAS的肉品之外 也会不定期的抽检 克莱多巴胺的检测 损肝类的东西呢 很容易有一些漂白剂 所以我们会做那个二氧化疗的检测 学校表示 厨房除了平时供应给全校师生营养午餐外 针对邻近的大德 中港与无南国小三所学校 将近两千多人也都有提供送餐服务 随着食安议题备受重视 担心黑心食品危害血痛安全 因此特别增购检测设备 达到及时监控 还能够有效喝阻投机强商 那当然业者一定会提供所谓的合格产品证明 可是我又觉得这里头怪怪的 如果学校能够在进一步的来做安全的把关 我是觉得对于小朋友这些食材应该更有保障 我觉得很好吃 而且每天的菜色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礼拜三通常都会吃一些 平常吃不到的东西 例如炒面意大利面或者是炒饭 我觉得学校的猜测变化很多 然后有时候饭里面会加紫米 糙米还有艺人 大口吃下美味的意大利面 表情相当满足 现在孩子们也都十分期待每一天的营养午餐 而上方设置的农药检验室 不仅成为台中市首间有自主检验能力的学校 也期盼透过自身经验 让更多学校一同加入检验行列 确保师生们都能够吃得健康又安心 记者先不看拍中条报道